没想到名人居然要跟惠图的水门和九星奈战斗 就在大蛇丸召唤出了水门夫妇后 原本处于优势的自来也瞬间落入下风 对于西域弟子他始终无法痛下杀手 身作让他快打起精神 难道你想让名人看到自己的父母杀死师父吗 一听到名人的名字 在迷茫中的自来也双目瞬间亮起光芒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感慨着自己还真是个失败的师父呢 同时双手结印施展了感知结界天盖法阵 惠图的九星奈激动地上前询问名人现在怎么样了 自来也骄傲地表示那小子现在已经超越他了 水门夫妇闻言欣喜若狂 他们连忙向自来也道歉 突然大蛇丸控制水门发动了时空间螺旋乱丸 伴随着无数苦无射来 水门手持螺旋丸穿梭而至 自来也见状双手维持着天带法阵 同时发动了乱狮子发制术 在这感知结界中 他对水门的动作了如指掌 仙人模式加成下的白发精准地破坏了飞雷神苦 水门在失去用来发动招数的飞雷神标记后停下了动作 自来也松了一口气 但水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想抓到他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他怒不可遏地向大蛇丸吼道 与次打扰失去之人 你所谓的人生真谛到底是什么 大蛇丸邪媚地表示 如今整个人介的风车都停滞不前 他马上就能让这个风车再度转起来 看着大蛇丸还是满嘴真理 自来也认真地示意身座芝麻帮助他阻止对方 身座笑着表示这才是他认识的小自来也 大蛇丸旦突然袭向了九星奈 水门见状立即顺闪至九星奈身前 同时用时空间节节转移走了大蛇丸 自来也神色肃目地看着西域弟子 水门作为敌人实在是太可怕 即使有两大仙人帮忙一不小心 还是会将小命丢在这里 突然大蛇丸玩味地表示玩闹时间就到此为止 下一秒 水门便开启了九尾精神模式 自来也眼中不经出现了惊骇之色 居然能和名人开启一样的模式 刚从大蛇丸基地离开的名人突然身子一颤 这股查克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心有所感地看向了天地桥的方向 九尾同样感知到了另一股九尾的查克拉 而且这股气息毫无疑问是那个将他一分为二之人的 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名人燃起精神模式以最快的速度往天地桥那边狂奔 战场上自来也施展了土盾黄泉爪 在仙树的加持下 方圆数百米都变成了泥泞的沼泽之地 自来也靠着蛤蟆化的身体在沼泽上方辗转螺头 但水门的金色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手中同时举着湛蓝的螺旋丸 自来也简直难以置信 这种程度的沼泽居然还阻止不了水门的前景 水门一阵苦笑 在刚才和老师第一次交锋时 他就在自来也的背上留下了飞雷神镖记 眼见来不及闪躲 自来也彻底放弃了抵抗 看到自己弟子如此强大他也甚是欣慰 可惜的是和大刚手的约定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大蛇丸见自来也放弃了抵抗 他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微微颤动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另一道黄色身影突然出现在自来也身前 并手持螺旋丸底削掉水门的螺旋丸 水门愕然地盯着眼前这个突兀的金色少年 随后笑着问道 你就是我的小家伙吧 惠途九星赖凭着漩涡一族的感知能力 他十分地确定眼前的少年就是名人 他身上的锁链就像是闻到名人的查克拉一样 不由自主地直冲名人而去 但名人身后突然也串出了同样的锁链 双方铁链交织在了一起